尹君子路边吞云土雾 抽完的烟蒂 没丢垃圾桶 也没带走 随手一扔 这名男子则是把一盘花台 当成自家烟灰缸 随地丢弃烟蒂 依照废弃物经理法 罚1200元 但不止环保局稽查员 小心了 检举达人在身边 一台手机或是行车记录器 尹君子在检举达人眼中 俨然成了一张张的新台币 根据统计检举热点 新装囊花了前三名 其中院与福寿街 占队到都数 骑机车翘着腿已经够危险 没想到骑士边起车边抽烟 抽完烟蒂顺手一丢 还有这位驾驶也一样 乱丢烟蒂被检举 第一次罚1200元 累计开罚最高6000元 而检举人有30%的检举奖金 排到一个人就有360元 如果每天一张 一个月就有10800 也因此还有民众组成检举团队 我们的发现 这个检举人 他其实也会有一点地缘关系 他大概会先以自己居住的附近 或者说他的观察在某个路段 可能比较多这样子的违规行为 那他在一段的期间内 就会锁定这个区域 检举人赚奖金 引君子缴罚金 骑车开车抽烟 还得再吃上一张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抽烟影响其他人 行车安全罚600 这根烟不仅伤身还伤荷包 代价真不小 记者谢君众烧响 新北市报道